看来呢如何控制新西兰网上书店出售成人书 以及一些色情书的一些问题呢 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来共同的来应对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 我们来关心两条有关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新闻 英国著名的足球俱乐部曼彻斯特连队的前教练弗格森说 贝克汉姆爱上辣妹合唱团的歌手维多利亚 并且一星要成名 导致他没有能够在球场上发光发热 据报道现年71岁的弗格森在今年5月宣布退休 外界普遍认为他是英国最好的教练 弗格森说在他指导的球员中 贝克汉姆是唯一一名成名不在球场之内 而是在球场之外的运动员 弗格森在自传里表示 看到贝克汉姆过的名人生活让他很不舒服 而贝克汉姆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 都是受到他的妻子维多利亚的影响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贝克汉姆的女儿来秀球技方面的新闻 英国足球金童贝克汉姆掌上明珠 哈珀上周日在洛杉矶参加了幼儿组的足球赛 两岁的他遗传了他老爸的印度细胞 起脚升门成功 驾驶十足的模样 超可爱 他随后张开双臂 开心地奔向家人的怀抱 包括妈妈维多利亚 小哥哥克鲁兹 二哥罗米欧和他爸爸贝克汉姆都在旁为他加油 小哥哥哥 加油 沙特斯爆炸 祭 Tow 74 后面说 沙特惠 tiempo 我讨厌 沙特 久不见 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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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